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压抑 我们的背景居然是有点相关 怎么说呢 因为它的背景原来是金融 这金融它也在中信金 中国信托服务过 是不是能够请Nielsen 李总 您简单的介绍一下您的背景 您如何从金融转换跑道 然后又到IBM 等于是到科技到IT的领域 是 谢谢黄总 其实我第一份工作是在中国信托担任的法经的ARM 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负责上司会公司 做了大概三年的时间 然后结果有一位上司会公司的德基洋行的总裁 他对我觉得还蛮有兴趣的 然后就问我说要不要去 然后我就去了 然后去了完之后呢 担任财务经理的角色 然后这也有机会他帮我升任当发言人 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经验 但是在30岁的时候 我决定要出国念书 然后回来的时候就因缘忌讳 当时金融业的老长官老前辈也有给我一些金融业机会 可是当时我看到了Luke Gersner 就是我们前总裁写的一本书 对 谁说大象不能跳舞 对 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 IBM就是一个超级棒的公司 那刚好我也拿到了IBM的offering 所以我就想说来转型试看看 谁说金融业不能够做IT 就跳住了这个IT界的大门这样 是 太有意思了 刚才听到Nielsen他讲的其实是一个跨界 他从金融到德基洋行Tate 这个是台湾也很大的 我以前是在Jardine 頤和洋行 那么这个也是做这个流通 然后又跨到这个金融 那IBM曾经是有非常光辉的过去 但是在90年代初期 那个时候他从这个大型的电脑Manframe 转到个人电脑 他一下子是个适应不良 那个时候股价一跌一落千丈 所以那个时候找了一个 以前是麦肯锡出来的 格斯纳 鲁格斯 这个就是跑来担任这个CEO 那他把这个IBM成功的转型 后来他写了一本书 这也变成经典座 他把IBM整个的带起来 谁说大象不能跳舞 所以您那个时候就加入了这个IBM 讲回来了 就是说是这个 其实IBM就是 我觉得跟台湾的这个花旗银行 有点类似 怎么说 就很多人都是从花旗出来的 很多人都是从IBM出来的 那像我最近台湾的半导体 像我们访问那个什么 因为我是李国鼎基金会的副董事长 里面一些大佬像什么卢超群 王博元 这些人早期都是IBM出来 IBM就是一个美国的科技的盛店 所有的 那这个就像花旗银行 花旗的早前都是这个金融业的盛店 这个花旗的紫币并遍布各地 但是这几年呢 这个花旗当然就有点这个被超越了 所以花旗最近把这个台湾的销金的部分 把卖出去 当年呢我是在宝来的时候 我把华侨银行卖给花旗2006年 那花旗最整个全球的策略改变了 那他们也有点缩减 那IBM呢 这几年来呢 就是说事实上也面临了很多的挑战 面临了一些这个大公司 但是最近呢 就是又在您的这个 这个印度裔的这个新的CEO下面 就是重新的这个振作 您能不能跟我们简单的说一下 这个IBM呢 就是说是这几年来的一个 组织级策略上的一个转型 OK 其实IBM在最近的主要几个大的动作 比如说像我们买了Red Hat Red Hat是开源软体 小红帽 对对对红帽 红帽没有小红帽 对对对 它是一个开源软体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公司 我们收购了它 然后也做了一个拆分 我们把我们的这个infrastructure的一个部门 拆分出一个 变成是一个美国的独立上市公司 对就拆成两家公司 对 所以呢 IBM最近的转型其实变得更加专注 现在主要分成两大部门 一大部门就是technology group 它是负责软体跟硬体 然后还有云端 然后另外一个部门是做consulting 所以呢 现在我们的主轴就是 我们是基于混合云 来做AI的公司 所以这两个就是我们 混合云跟AI 就是我们的主轴 好 那帮忙我们观众朋友解释一下 我们观众朋友很多是这个金控公司的这些的老板 就是说是 因为我们讲公有云 私有云 混合云 那你能不能讲一下 就是您现在这个提供的这个混合云 究竟它有什么特色 然后它针对什么样子的客户 一般我们熟知的这些公有云 它有很多的公司都是云原生的 什么叫云原生呢 就它一开始从公司设立的初期 它可能那个startup company 它本身就没有自己拥有data center 那但是比如说像是这金融这个业界 我们都知道他们在过去在传统的infrastructure上面的投资 是非常巨大的 所以大部分的金融业者都有自己的IT部门 都有自己的data center 那当然金融部门它的受到监管也是非常严格的 所以呢它不会把所有的东西变成是在公有云上面 但是有一些这个我们叫workload 有些workload它的特性就是适合在云上面的 因为呢比如说我们做一个promotion或者campaign 它平常呢基本上没有做campaign的时候 它是没有这个usage 这个软体硬体它是不用使用的 但是呢通常如果你做了一个campaign 它会有一个爆充的量 那你为了这个爆充的量 你要在自己家里面准备那么多的软硬体设备 其实不make sense 所以才会有这种所谓混合云的架构 有些东西你得要摆在你自己家里面 这个就用私有云的方式来做 有些东西像campaign这种事情 就可以让这个公有云的业者来帮你做 所以呢我可能一年就只有三天要做这样的事情 你就这样的一个这个workload就让公有云来做 所以这就是混合云的架构 那我们现在是应该怎么样来看这个IBM这个公司 对于我们的我们的观众 以前的话我们看到IBM在80年代的时候 就是大型的电脑manframe 那后来说小型的电脑 像微软以前是说 这看应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软体的公司 但很多公司都在这个transformation 这个转变 像微软后来亚马逊 它就AWS走到云端 那微软后来也走到云端 但是微软最近的话又是AI 它又变得好像大家把它变成一个AI公司 这个来看 那我们现在在看IBM的时候 我想如果还是用30年前的概念说 IBM就是一个卖电脑的公司 这可能是一个比较成就的观念了 就是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理解IBM IBM是提供一个什么样子服务的公司 就是how do we define IBM OK 这个我花一点时间来 对对对对对 因为其实IBM历史有112年 那讲几个比较有趣的观点 IBM其实呢 常在颠覆自己 不知道总裁知不知道 第一台的PC是IBM发明的 是 我还记得1980年代的时候 是的 个人电脑是IBM发明的 印表机是IBM发明的 好 IBM发明了非常多的东西 但IBM后来都把它卖掉了 所以呢 这是一个自我颠覆的过程 那IBM有几个东西 现在还是我们的核心价值 没有卖掉的 就是IBM的mainframe 因为IBM mainframe呢 其实对于整个商业运作 现在这个 Fortune 500里面 有超过90%的客户 都还是用IBM的mainframe 因为IBM mainframe呢 其实它的这个 大量的运算 稳定性 安全性 其实还是这种超大型企业 所需要具备的这些特质 所以IBM并没有 放弃大型主机 这个是我们认为 对客户有用的东西 我们持续在做 那IBM持续的颠覆自己呢 我们在找新的出路 就对客户来讲什么有用 所以呢 其实AI 这个IBM其实讲非常非常久了 所以不知道您知不知道 第一个夏淫 这个夕阳期的 深蓝D-Blue 就是夏淫那个俄国的棋手 是的 1997年还是什么时候 1997年 好 夏淫这个深蓝 夏淫这个人类的信仰棋冠军 这就是IBM做的 那IBM对AI的投入是持续的在做 在2012年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叫Watson的这个超级电脑 Watson其实是我们创办人的名字 我们现在把它当作是电脑的 是AI的这个代言人 那那个Watson那个电脑呢 在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 意志问答节目叫Jeopardy 打败了两个这个人类史上的冠军 那那个时候其实也引起了一些声浪 那那个事情对当时的世界的产生的冲击是什么 IBM的电脑不只可以听得懂 人类的问题 而且它还可以及时的做出判断 因为意志问答节目就是 你最厉害的是 你在题目还没讲完的时候 你就要按 按0 然后按0之后你还要答对 然后你还要分辨 比如说这个问题是 这个奖金是1000块 1万块还是 它必须要在那个时候做出非常多的判断 而打败这个人类的冠军 所以当时呢 IBM的AI 就像是现在Chatt Gpt 其实在2012年的时候 也掀起了一阵浪潮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是IBM的金融事业群的业务代表 国内有一位金融的总经理 那时候金控公司的总经理 就跟我讲说 Nelson 来 我看到这个东西 我要买 那个时候就是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 一个 这个AI的冲击 所以呢 其实IBM在这整件事情上面 AI的旅程当中 并没有休息 从Warsen这个事情之后呢 我们改变了 思路 就AI 其实我们所有人都希望创造出一个超人 一个无所不能的人 然后呢 只要有超人出现的时候 全世界都会有非常大的关注的亮点出现 但是这件事情对商业应用 商业价值来讲 到底是什么样 所以到目前为止呢 从Warsen之后 IBM开始内化 沉淀 希望把AI的这些能力灌注到商业价值里面 所以这是我们目前正在做的事情 那听您的讲起来啊 就是说 其实真的就是有很多科技的创新啊 都是有IBM 像你刚才讲的这个个人电脑 那mainframe就不用说了 早期的这个mainframe 那印表机也是 后来呢 就是说是像这个AI也是 不过当然长江后浪推前浪 就哇 就很多的这个 这个跑了出来 像这个 当年那个亚马逊AWS 他搞了一个云的时候啊 这个没有人注意啊 结果他一下子冲到全世界第一名 那后来微软才跳进去 后来微软现在的CEO 在他的自传里面也讲 然后呢 这个 现在讲到这个AI 其实您这个是注局是最早的 那这个微软出来的时候 大家还没有提到这IBM 其实 其实IBM刚才讲AI是 等于是更早就来布局了 不过当然对于那个Google 就有很大的这个冲击跟影响啊 就是说 那您现在呢 看到这样子的这个 就是AI的时候 听起来AI应该是 IBM未来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策略跟定位 我想问的问题是两个 第一个呢 就是 IBM的AI的策略是什么 就是你们是用AI去赋能 empower你们的client 那第二个呢 IBM的这个AI的这个策略呢 跟其他什么微软啦 像什么AWS啦 Google啦 这些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是不是能够跟我们解析一下 因为大家这个最近 都是AI来AI去 这个就是好像 AI就是一个magic world 每一次在有新的 这个AI的应用 就是每次有超人出现的时候 大家都会觉得 哇 这个好像AI时代要降临了 那我们过去呢 其实在很多东西都是做AI 什么东西要加上AI的元素 但是现在IBM呢 是希望AI赋能 就所有东西都是AI 加上什么什么东西 所以AI为先 AI plus这样的一个概念 以前是plusAI 以前可能制造业加上AI 现在是AI plus什么 是的 那接续刚刚的话题 就是Wasson那个超级电脑出现之后 AIBM觉得这都还是一个 我自己定义叫做流星级的应用 我们希望能够造成一个 恒星级的应用 恒星级的应用就是 我们希望对企业的运作 造成可长可久的影响 所以呢我们就让自己 AIBM自己自身 变成是一个 首先是螃蟹的这个人 我们呢在 AIBM很多内部的 这些运作上面都开始 就AI plus 用AI开始来做 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在我们的人资系统 我们的HR呢 从过去的就 熟知的HR需要去做 具备的这些能力 就是选用预留嘛 这四大环节 我们全部都AI化了 那这件事情呢 对我们来讲 也是一个很深刻的学习 就是过去其实 为什么企业没办法 把AI变成是一个 企业级的应用 其实里面的很多的问题 不是AI本身 不是技术本身 不是算力 不是模型 这些技术问题 而是你必须要把 整个流程 整个data 要先具备了 员工的所有资料 你必须要先具备了 流程必须要配合 第三个是文化必须要改变 员工得要去试用 他内心要能够接受 原本是用真人来跟我服务的 到现在我要变成是个 聊天机器人来跟我服务 所以呢在这整个过程当中 甚至主管跟员工 各自都要去接受 有些时候是AI 给我这个建议 比如说举个例子 我之前在当主管的时候 我们现在的加薪 promotion 有些时候我会收到email 就是AI告诉我 说谁是谁 你应该要加他薪 谁是谁 你应该promote他 那这件事情呢 其实以我身为人的主管 我最没办法接受的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员工 supposedly 我应该是最了解他的表现 我最了解他的potential 所以呢这件事情怎么轮得到 AI来告诉我谁该加薪 谁该promote呢 但是后来我接受了 为什么 因为呢 我的观点其实是很silo的 我就只站在我是他主管的 他是跨领域的 对 AI他的做出这些建议呢 他是看全市场上 类似工作 目前的需求程度 跟目前的平均薪资水准 然后呢他会把这个员工的能力 做出一个ranking ranking之后他会说 这个人应该是在同职的职位上面 他可能是排名top 10 所以他应该有什么样的薪酬水准 好 我就可以认知到 人还是有些东西是会有盲点 有误区的 你又一个员工可能这个很有价值 但是呢 top 10 所以你可能要给他加薪 因为你不给他加薪的话 搞不好他会被其他的竞争对手给挖走了 你不能只从组织内部来看 那这个呢 您刚才讲的 就是说是您的这个企业的这个应用 这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就是说提到 就是说是不是只是算力 不是只是模型 不只是技术 你还要看到这个整个的流程 整个的文化 那这个呢 跟我们过去三年 就讲了一个很流行的字 就数位转型 事实上 Digital Transformation 那数位转型呢 这个应该可以说 大概五年前刚出来的时候 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东东 但是呢 这个因为Covid-19的关系 所以大家都待在家里了 所以强迫企业加速数位化 所以大家就数位转型 以前大家不知道说数位转型是什么 所以人家说数位转型 对数位转型最有帮助的是 是谁 是CEO CTO CIO 都不是 是Covid-19 对数位转型是最有帮助 那么另外呢 就是说是这个数位转型的 现在其实 因为AI出来了 就是现在是变成要智慧转型了 那我们以前讲的数位转型是什么 有人说就是一化 就是云端化 就是上云 所以大家理解就是上云 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了 那因为你还有这个大数据 还有等等 然后现在的话呢 又是一下子 又要智慧化 又要AI 所以我要请教您的问题呢 有两个 第一个呢 就是您现在这个AI这个东西 这个都是一些名字 台湾ESG啊 什么双轨转型啊 数位转型跟AI这件事情的关联度 这个是什么 然后IBM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们怎么的协助你们的客户朝向 不管你说是智慧转型或数位转型 我觉得这个浪潮是AI化或数位转型 这是一个浪潮 它是不会回头的 所以绝对要这样做 那只是说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 路径会有不同 是 我觉得人们对于这个新科技的期望 它都不是一个常态分配的 通常它是一个M型分配 那M型分配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对于这个新科技呢 这个强烈拥抱的人有 然后呢强烈否定的人也有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过去几波说要数位转型 我就拿这个Bank 3.0的这个作者讲 他说有些人就说 这个未来的分行 或是银行分行会不再存在 对 那个史金纳 是的 他们就讲说 其实分行会不见 这是最激进的的说法 那也有一派就是反对派的说法呢 就是分行绝对不会不见 因为这个数位通路无法 为客户提供有温度的服务 那一定要真人才能提供 但是我们后来发现 过了十年之后再来看这样的一个状态 数位通路是不是重要 的确是重要 与日俱增 但是分行是不是消失了 分行也没有消失 但是有温度的服务 是不是一定要透过人才能够提供 也未必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银行 他的数位通路 他就强调 他要能够提供有温度的数位服务 所以呢 这所有事情 他都不是一刀切的 那AI跟数位转型也是一样的 路径各有不同 比如说像我们的AI 有很多事情是我认为在这个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IBM 另外一个例子是我们把所有的 这个financial data 都或是对未来的财务预测 都变成AI化了 我过去很喜欢就 就是你内部 对对内部 这我们自身的例子 我很喜欢把财务长找来 就说来问你 什么什么怎么样 然后呢 最近我把财务长找来 所以又要再开始问了 然后财务长就说 嗯 我不想回答你的问题 但是他会教我 他说你看我们现在有一个东西 然后他就教我怎么上手 怎么去学 自己去看财务预测 对于这个quarter的财务分析 跟下一个quarter财务预测 然后呢 甚至去年的财务的 这个指标跟今年到底有什么差异 所以我们财务长就说 哎 请你自己上手 自己学会 所以这也都是一个在企业内部 数位转型的一个进程 所以我觉得其实 回到我刚刚第一句讲的 就是人工智慧 数位化这件事情是不会回头的 只是怎么路径去达到 好 那么您怎么看呢 因为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些的 像一些管理顾问公司啦 KPMG啊 这个评估 台湾在 因为您是一个global的comp 你也跟亚太地区 其他地区的总经理有交流 您觉得台湾企业在这个数位化 或者数位转型这个程度 我还不要讲或者是AI化 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到底是属于前段班中段班 还是比较落后 总裁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我觉得不能够用这样子一刀切的 就没有办法给一个综合分数 但可以讲的是某些领域 我们是走的比较快 某些领域是走的比较滞后 比如说像在一开始的电商 相对来讲我们是走的比较滞后 那数位支付走的比较滞后 可是呢 其实我们有很多是比较领先的 比如说智慧制造 我觉得这些事情是比较领先的 相较于其他这个国家 所以有前有后 对 因为您讲的这个当然对了 就是因为呢 事实上这个你讲到电商 最近这个韩国的电商 库骗库棚的进入这个台湾 这个席卷 这个就像大概五六年前 那个时候虾皮 这个新加坡的席卷 那台湾没有 因为台湾的这个市场很小 那当然我们有2300万的人口 但不像是中国大陆有14亿的人口 整个的东南亚有6.5亿的人口 所以这其他的就是我们没有这种 大市场的这个思维 所以你刚才讲的像这种电商 支付 这都我的观察就是都比较是B to C 那台湾的话呢 因为还是制造为人代工 所以制造的企业 所以智慧制造 所以我们把这个工厂 是台湾都是一个车间的工厂 把这个工厂做的这个很好 你不管是什么伪创 和硕等等 所以台湾就比较着重在 这样子的一个这个领域里面 好那么某一些的领域 在这个制造这个我是知道 那您在看到这些这个企业 他们的应用这里面 您觉得最近 因为现在又到另外一个层级了 又到了一个这个等于是AI的层级了 我记得大概在半年前吧 Interview 就说是那个微软的总经理 变智祥 那他也是我们新友会的这个会友 他那个时候呢 等于是去年年底 Chad GBT 就他说 他说那个时候电话接不完 所有的台湾的老板都在问他说 这个Chad GBT 到底会怎么样的改变 那我是不是要一个怎么样子的 Chad GBT的Strategy 那我的问题呢是 您现在在看到这些的台湾的企业里面 你觉得他们 你刚刚讲哪些的产业 这个是比较有用的 但是你觉得他们通常 碰到的一些的问题是什么 或者是未来要注意的是什么 好 在这个Chad GBT很红的时候 上边其实也有跟我讲过 类似的事情 对变智祥 对对 他就跟我讲 那我说这个事情 我在12年前也碰过 我刚刚有提到 就那时候挖审出来的时候 就是客户就说 他就说我不管 不管多少钱 因为他知道IBM的东西 都是比较高贵的 他就说我不管多少钱 我就要 然后呢那个时候 我就希望能够变成台湾 第一个卖出挖审的人 所以我就跟总部 就是层层上报 就跟总部说 我要有客户要买 那多少钱他都愿意付 请你这个告诉我 给我报价 然后呢我要做第一个 卖挖审的人 结果呢 总部他问我几个问题 叫我去问客户 他说第一个呢 他知道他挖审 要用来做什么吗 那他有他的资料 企业内部的资料导入吗 他有想清楚吗 好 这几个问题 其实过了12年之后 在ChairGPT很红 所有人都想要用的时候 其实问题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改变 就第一个应用场景 非常重要 第二个Data 你企业内部的Data 到底要什么 我们如果只是要一个 意志问答冠军 或是一个最会下相机的人 对企业价值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之下 其实为什么要花这个钱去买 他只是跟风的话 就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其实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说挖审之后 IBM做了很多沉淀 所以我们知道 有三件事情 其实很重要的 第一个是 AI模型 AI模型 现在因为有大语言模型出来 Foundation Model出来 所以客户其实不再需要自己 去从头 从0到1开始 Train这个模型 他可以借用别人的模型 再加上自己的这个Data 去做一个结合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是企业内部的Data 其实很重要 我怎么样去跟 一般的大语言模型做结合 而做出一个不一样的东西 做出比别人更好的东西 你没有企业内部的Data 是不可能做到这件事情 所以Data很重要 第三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governance 就是如果今天 有人问你 AI 问AI这个问题 然后结果后来 AI给出了错的答案 我们可以知道 他是为什么会错 是模型错 Data错 还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哪一个环节出错 我们必须要是 可解释的 这个模型要可解释 这个结果必须要可解释的 我们才能追本溯源的去看 哪边不对 而再去做修正 因为我觉得 这个科技的进步 永远不是一个 one time effort 它是一个step by step 你必须要持续的修正 那这个修正的过程 就一定要从governance 这个地方来开始招手 所以这三件事情 就是AI模型的 模型 Data governance 治理 好 那么呢 就你刚才讲说12年前 你觉得那时候 Watson出来的时候 大家觉得很热 这就有点像是 这个切记逼逼逼出来 说大家很热 因为大家都生怕说 这个 他虽然不是很了解 但是我的竞争对手 用了切GPT 那如果说他改进了 而我没有用 那我就落后了 这就像有人说 这个两个人被狮子追 他说 这个就一个人说 我只要比你跑得快 就好了 因为这个我比你跑 跑得快 你就被狮子吃掉了 那那么呢 所以呢 这大家就是 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但就觉得一个热潮 不过现在呢 我在国外的报纸上看到 可能台湾也开始推了 最近呢 你们又开始重新的推 这个Watson的服务 叫做Watson X 这个Watson X 跟您12年前推的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还是基本上是一样 那您现在有没有在台湾 开始推 那这个反应如何 是的 12年前呢 Watson就是一个超级电脑 它是一个 我们 pre-train好了 类似这样 pre-train好的超级电脑 那现在的Watson X 这个X呢 其实是成的意思 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成 Watson 成上所有东西 这个就像你刚才讲的AI加 AI加零售 AI加金融 这个就是华生加零售 华生加零融 华生加医疗 华生加制造 所以呢 这个Watson X 其实就是回到我刚刚讲的 这所有东西都是IBM过去的积累 在企业级的应用 你如果 这个要变成是恒星级的应用的时候 你必须要知道了 就我们有Watson.AI Watson X.Data Watson X.Governance 这些都是在企业应用的情况之下 你必须要具备的事情 那回到刚刚讲的 所有人都想要做AI的时候 第一个事情就是场景 我们要先知道 对客户来讲 什么是有用的场景 所以我们在全球有六百个 Pilot 这个Project 我们会跟全球六百个大型企业合作 台湾也有几个名额 所以我们台湾应该是有六个名额 我们也在找台湾的企业去看 怎么样在你找到一个应用场景之下 我们会先免费的帮您做出一个 用Watson X这样的一个概念 一个软件 软体去做这样的一个Pilot 这个就等于算是一个适用的一个小的项目 试行项目 那做完这个试行项目之后 如果他们觉得想要把这件事情推导到整个企业级的应用 我们就会开始一步一步开始走 前期的这Pilot Case是免费的 所以我们会投资跟客户一起找到场景 那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我们过去在可能三年前四年前 那个时候大数据非常这个有名的时候 大家也是一个热潮 他们觉得企业内部的数据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资源 可能未来比石油还要重要 那过去呢其实在企业内部有很多的资料 有些是结构化数据 有些是非结构化数据 wasnx.data是怎么样去把结构化数据跟非结构化数据 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平台把它整合在一起 你在未来使用的时候 可以把你的这个以前叫做data warehouse 资料仓储 或者叫data lag 资料壶 我怎么样把这个仓壶合一 能够给这个企业内部做使用 不管这个data你到底是未来要train自己的模型 还是你要把你的资料 喂到别人的模型里面去 这都是重要的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做的第二件事情 那您的话呢 这个就是这个刚才讲的说 您现在在台湾呢 就是说有没有找到 哪一些的产业或哪一些的场景 像台湾的话 你刚才还是制造 我想到的金融 因为台湾的金融 这个台湾 我的理由零售 反而台湾是落后 因为台湾的这个是个很小的市场 刚才讲到电商 不像美国3亿人口 中国大陆14亿人口 东南亚这个7亿人口 医疗 我知道很多人对医疗有兴趣 这个产业 所以你对哪一个产业 哪个场景 我在跟Chair GPT 变质强 在谈的时候 就发现说 好像现在拿来大家最多的场景是客服 客户服务 customer 就是你刚才也说有温度的客服 以前觉得说 机器人什么有温度的 但你机器人给它智慧化了以后 机器人也有可能很多温度 所以我的问题是 您在看到是 哪些的产业 Without naming names 哪些的产业 哪些的场景 你觉得是现在台湾应用比较快的 我举几个例子 我觉得现在大家都还在这个萌芽找应用场景的阶段 我举几个比较有趣的例子 比如说 在律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 他们也会希望 这个AI帮他读很多的文件 然后做出一些 这个 这个 比较 通用型的 这个 这个 数状 这种比较 这个 不是那么难度 那么高的数状 这可能是 一种类型的应用 也有呢 是 过去 把一个 这个比较繁复的 客户的使用手册 他可能有30页使用手册 50页使用手册 客户真的在用的时候 他才不会看使用手册 他碰到什么问题 就打电话到客服 那怎么样让 这个使用手册 变得 就让AI 读懂这个使用手册 之后 用一些 比较快速 让客户能够理解的方式 去呈现 好 这可能是另外一种 的 应用场景 那当然 其实比较传统的 这个 这个 提高 这个 员工上手的 时效性 比如说过去 我们有 如果维修工程师 他可能要真的 新进的维修工程师 他没有经过这么多的 这个 这个经验 没有这个 在 现场上 碰到这么多问题的时候 他可能需要一个老师 来告诉他 说 你碰到什么样状况 应该怎么解决 好 但是我们现在 我们就会有一个数位 师傅 就让他能够去做 在碰到什么问题的时候 他就问这个 数位师傅 因为我们把所有过去 可能在产线上 碰到的问题 都 汇展到 这个 这个 机器人里面 所以 这些菜鸟工程师 他去修机器的时候 他就可以去问 这个数位师傅 他就会告诉他 怎么样来做 是一个最好的解决方式 所以 我认为现在 还是一个 大家在摸索的阶段 那 我的确也看出来 某些领域 已经有用AI 产生一些质变 是 您讲的这个 很多 就是一个 其实现在很多的 我称之为就是 生产力的提升 这个 productivity的 enhance 就因为 像你刚才讲的 律师事务所 本来读这个很慢 然后呢 看这个手册很慢 然后呢 维修的工程师 有一个老师傅的 这个经验 那 有些东西是在内部的 那如果是把它 移升到外部的话 那这个可能就是 对客户的一个 这个体验的一个提升 让客户他能够更 easy的 更来接触你的 这个服务 以前大家 要问很多东西 所以这个现在看起来 是immediate的这个应用 在组织内部里面 整个的生产力的 productivity的提升 然后还有在整个的 这个外部 那您在这个 这个部分的时候 其实 当然我在听这个 Chair GPT微软的时候 也是听到好像 也是类似 那 那这个这个东西 到底是什么不一样 还说这个就像买车子一样 这个BMW Lexus 哪个比较好 就各家来比比看 比比五一下 你还是说你们 服务是不大一样的 所以 这个跟您报告一下 就是其实如果 就产品本身来讲 大元模型 没有什么样的差别 每一个模型都差不多 只是说 IBM有 刚刚有跟您报告过 IBM有两个 不一样的部门 其实 我们的顾问部门 他可以去协助客户 真的找到 深挖出这个问题 比如说像 刚刚讲的 IBM为什么拿HR 或是拿这个 这个财务 来做一个 自身的AI的转型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因为这些事情 都不容易的 他并不是 说我导入了一个模型 他就可以变得 变出来 他不会的 所以呢他可能要一个 Journey 他是一个Journey 他可能我先选定了场景 然后呢选定应用场景 然后把资料做梳理 这个我叫下水道工程 下水道工程做完之后 我要把这个流程 基于我的AI 来做一个重新的调整 怎么样去让AI 相入到流程当中 这些东西 都不是一个单一project 或是一个单一产品 能够解决的 他是一个很长的 就像HR 从选用预留 他可能是一个15个流程 或是35个流程 我必须要从data展开 相入到这15个选用预留的 15个流程里面 然后呢 最后再回到这个 所谓的user interface 我这些东西都会了 然后我的最后员工 要问的时候 他不会说 我现在要只问选 也不会问用预留 或者加薪什么 他的问题是天南地北的 但是你中间这些data 没准备好 所有流程没有引进 然后最后的这个ChatGPT 就是这个聊天机人做的再好 他受到限制的情况之下 员工也不会想要用啊 我薪水要问A 然后呢 这个流彩要问B training要问C 这个是不行的 所以这所有事情 都是一个journey 我们IBM 我觉得在跟市场上 最大的不同 就是我们可以提供end-to-end 这样的一个做法 好 那么您 都用简单的讲 您对于一些的CEO 这些企业 呃 现在面临了这个要AI 这个趋势 你要引进使用 你刚才也讲了一些这个 要花时间了 您对他们有哪些的建议 比如说一二三 嗯 OK 呃 我觉得第一个呢 文化的改变是 嗯 AI到底能够真的相入你的企业 变成是企业竞争力 那这个就要top down了 对 这很多时候 就我今天才跟我同事讲 我说我们一开始 我不算是AI的这个这个 这个 early adopter 就是我常常喜欢问人 好我找问人资长 问财务长 但是呢 人资长跟财务长呢 他都 很严峻的拒绝我 说他不再回答 不再用人来回 不再用他的脑来回答我了 他就教我 你怎么使用这个系统 所以其实我认为 如果呃 企业的文化 都 已经 就我的人资长 跟我的财务长 都已经告诉我说 以后不要再问我了 就是问这些人 呃 问这个系统 那这样子 才能够从企业文化开始改变 你这个你非做不可 然后呢 从这个 这个 这个 管理阶层 开始介入 然后所有的员工 都会慢慢慢慢 形成文化 因为其实这件事情 不是非常容易的过程 比如说像 我们刚刚讲的 HR系统 你在员工所有的 资料 你必须要输入HR 你在员工进来之后 他有什么样的training 要必须要 HR要有所记录 他有拿到什么样的认证 必须要有所记录 他有什么样的这个 achievement 必须有所记录 所有东西都得要记下来之后 才有可能 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 那这个记录的过程 就所有人都得要知道 你必须要做additional effort 把你的东西记录下来 然后才有可能有数位旅程 才有可能有AI 所以呢这是一个 从上到下必须要有一个文化性的改变 对 ok 那那个您刚才提到了 这个现在大语言模型 你说现在企业要训练 比如说我是做旅游业 旅游服务业 其实可以就更容易的 就说是做这个 这个语言 或者我是一个医院 我要做这个 我的客户的这个服务 跟模型 那这个一般的这样子的是一个 怎么样子的流程 要训练多久 训练一个月两个月就训练出来了 或者是关键什么 我的理解大概你的资料好了 然后去训练它这个大语言模型 LM 就是这个大概是一个 怎么样的过程 因为我们现在大家一般的企业 还是不是很了解LM 这个大语言模型 那觉得说 哇这个好像是中年院 这好像是公年院 这个才能做的这个东西 但是听你的讲起来 似乎是每一个企业 假如它有大量数据的话 它其实都可以做一个 一个大语言模型出来 当然中国大陆有一些 大的互联网的平台 比如说腾讯 阿里巴巴 百度 华为 它有自己的 就是generic的一个大语言模型 那你说台湾现在的 某一个企业 这个是来训练一个自己的 大语言模型 或某一个产业 这个是可能吗 或实际吗 有没有必要 如果就 我还是举例子好了 就是我觉得 不一定需要自己训练模型 那这也是为什么 现在TrackGPT 出来之后的好处 就是你有些事情 你根本不用自己做 它已经有pre-trained好的东西 你就用它就好了 所以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在一个美国的 这个也是电商公司 IBM的Watson 之前已经跟他们做过 内部的这个订货系统 跟客服系统 所以呢 所有的 他的 他的聊天机器人 他的Chatbot 都是我们帮他做的 所以呢 他客户从 他的订单 退货 相关的 所有的事情 他已经有一套 这个 聊天机器人在做了 这我们已经做好了 那在去年底 TrackGPT出来之后 我们就跟这个客户一起合作 我们用了TrackGPT的 这个大圆模型 他做什么呢 比如说像客户写email 他有进来的时候 他说我有哪个订单要退货 那TrackGPT就把前后文写好 然后呢 你讲的是微软的那个TrackGPT 对 OpenAI OpenAI的 就用OpenAI的TrackGPT 他把前后文写好 然后呢 中间的几个关键项目 比如说订单编号 付款的信用卡号 或什么 这几个是留到我们过去 之前帮他建好这个模型里面 所以呢 他就是提供相对来讲 比较像真人在跟他做回答的 这个前后文的描述 但是呢 里面的关键 几个项目绝不能错的 比如说我这个可不可以退 我这个可以退货 可不可以退款 要不要付运费 明白 这个决策引擎 还是用我们旧有的 过去做的 那这件事情呢 对他来讲 他客户满意度提升了 因为他觉得这个回答 并不是像冷冰冰的 像机器人回答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使用案例 你不需要自己去建你的模型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 我们现在的 IBM过去只能服务的是大企业 那您现在的话 还是以中大型企业为主 还是说也有到比较中小企业 那第二个问题的话是 还是以制造业金融为业主 还是说也有服务业 IBM其实过去的主轴 一直都是做大型企业的 那现在IBM的策略 有一些的转向 就是我们更 拥抱这个 我们叫生态系 Ecosystem 我们会有很多的 Business Partner 我们希望把我们的技术 透过我们 Ecosystem的力量 去跟 不只有大型企业 中小型企业 这些好的这些科技能够带来 对他们产生好的影响的 也可以透过Business Partner 所以呢过去IBM可能相较来讲 谈的是Control Point 就我要卖高贵的 我要卖独门的生意 不能让别人做 就别人做不来的 我才做 我选客户 那现在呢 其实我们并不是 我们拥抱生态系 希望能够把触角 扩大 对所以你就比较更开放 多元 是的 就是协作的这样子的 一个生态系 是的 那么呢我呢这个 在台湾呢 就是说 因为我看到很多的 以前您的同业 大家现在都讲到政府 政府有很多的预算 产学合作 或产观学研的合作 IBM在这方面不知道 有没有这样子的思路 跟不管是跟学界啦 或者是跟研究机构啦 公研员啦 或者是跟这个政府啦 有没有一些什么 产学合作计划 这些之类的 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在1月16号上任之后呢 您是上任总经理嘛 对上任总经理 但是你之前的IBM已经很久了 17年 17年 所以1月16号上任总经理 对今年1月16号 接这个职位 对所以你不是从外部加入 但是你说Promo上来 对对 是的是的 1月16号 接任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就跟我同事讲 我说我有几个梦想 其中一个梦想 就是我希望能够让 quantum computing 这个在台湾 能够变成是一个 未来可能40年的 一个这个产业发展的主舟 我希望当台湾的大使 就是IBM跟台湾之间的大使 我希望把台湾介绍给IBM总部 让IBM总部愿意 让这个quantum多一点的投资在台湾 我也希望这个当这个IBM大使 告诉台湾的政府学界 IBM的quantum在这个市场上的领导地位 希望促成这样的一个合作 那这个事情不容易的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是我们其实陆陆续续的 IBM是世界的这个量子计算的领导企业 是的 是的 所以呢我们跟几个这个官员有拜会过 我们希望能够做 那目前大家都还是乐观启程 那我们开始做的点会是先跟学界 在过去这个台湾大学 有跟我们的量子的实验室 有签署合约 开始做这样的一个研究 那我们希望在这个学界的这个研究呢 能够不是阵止于这个台湾大学 能够扩展这个学界的对量子研究的协助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在量子协助之于我们要看 是不是能够让这个所有的 我们的量子模拟器 或是在其他的量子 这个locate在其他地区的量子电脑 能够让台湾的这个产业界 或是学界或是政府来做使用 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呢 如果真的在未来台湾的这个产业链 量子的产业链能够形成的情况之下 有没有机会能够让量子电脑在台湾落地 这个是我的梦想 但是到目前为止 在第一步的阶段 嗯太好了 太好了 那么呢就是说是 因为你在这个Multi-National Company 就是IBM很多的人才以前 就是说也调到中国大陆去 你有去调到中国大陆去过吗 你也去调到中国大陆去 但现在全世界呢在这个供应链 这个中美脱钩供应链 重新洗牌的这个过程里面 这个台湾某些地方角度来讲 变得更重要的 但某些地方可能也有更多的机会 也有更多的风险 您有没有一些什么样子的观察 作为一个在那么多年 在一个站在一个台湾人 在一个多国级企业 像IBM这里面的角度 面临现在包括像台积电 包括像NVIDIA都面临的问题 这个整个的地缘政治的角度 看到台湾的企业也要往东南亚 往印度往墨西哥这里面去 您有没有一些什么样子的观察 那面对这样子的转变 那IBM的角色或提供的服务 是不是也要做一些转变 我上礼拜才从北京回来 那我过去也有在大中华 担任过这个一些职务 我认为中美关系的这个 目前的状况 其实对于IBM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可能不止IBM 就是在美资企业在大陆这边 都产生一些冲击 但是我觉得这个冲击呢 其实是不会是一个长久的 因为我认为在 不管是各地的政府 其实对于实质上面的经济发展 都还是得要 就是可能我可以短期的选项 它的排序可能并不是first priority 但是呢就中长期来看 还是有很多事情是回到经济的本质 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认为是会有一些短期的冲击 那但是就中长期来讲 我认为还是会回到正常化 那在台湾我认为在这几年 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timing 我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一些不管是从IBM internal的投资 或者是政府的投资 对于台湾的投资 如果有提升的情况之下 我怎么样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 去把台湾的地位 再有所提升 对于在IBM这个组织架构里面 能够引进更新的技术 那台湾的这个企业 随着他们走出去 因为呢这不是一分为二 台湾还是一个总部的概念 要这个联系 要台湾的比如说河硕 你要有墨西哥 你有越南厂 你可能有印度的这个厂 所以站在这个 不管你是云的服务 或者是智慧的服务 数位的服务 你也必须要延伸出去 但是多国籍的企业 有的时候他们是造地域的分别 我这是东南亚总部 这个是中国总部等等 那么但我看到最近 已经有些台湾的服务业者 比如说像一云股 AWS 他们就是AWS 现在也说 我的东南亚的部分 这些软体的呢 你也这个一云股呢 你也可以去这个服务 那我的问题是 你有没有看到这种 台湾的客户有这种 因为随着他们全球化的布局 到东南亚或哪些地方 以至于他们在IT Infrastructure上面 也要做一个延伸 那这个怎么样 跟你们的其他的 跨国的部门在做协调 OK 现在其实已经开始了 这个 我们跟 这个 有些 单位 不能够讲名字 有些单位呢 因为他们要在各地设厂 世界各地设厂 然后呢 其实有很多时候 他们告诉我们 你们的东西 你们的软体跟硬体 我很喜欢 可是我在当地的时候 你必须要帮我介绍 对应的服务 对 的对象 然后呢 这个就会变成是 IBM的优势 其实 不管是在欧洲 在日本 或是在东南亚 IBM都有很绵密的 这样的一个服务体系 那当然 如果是用公有云的方式 可能是最快的 可是 但是很多的企业 他在 很多资料上面 他不会想要摆到云上面 所以呢 他就算在世界各地设厂 他也会在世界各地摆 他造自己的data center 所以呢 那个时候就是 全球化企业服务 全球化企业的优势就出现了 对 所以我们现在在帮 客户转介这些 这个 其他世界各地的 service provider 就是IBM合作的service provider 或者IBM的 德国分公司 IBM日本分公司 类似这样的一个 紧密的合作 对 这个问 这个其实是一个挑战 就是说是 这个里面有技术的migration 有这个人才 你要做个多国经理人 那台湾的人才 都就是 其实 像你我啦 都有在中国大陆服务的经验 但是 现在的话可能你要到 更多的国家去 你可能要到印度 你可能到越南 你可能到墨西哥 所以有这个管理上的 这样子的migration 而且有的时候 还要管理这个 外国的这样子的 这个人 就是等于是面临一个 重新的 国际化的挑战 您觉得这个 是不是就是说 你感觉到 就是从 当你们自己是一个国际化的公司 但是你感觉到 就是你们的客户的 这个上面 是不是有这样子的挑战 我是所以这么问 是因为我已经看到 有的客户他们是 的确是有这个挑战 过去在中国的话 没有问题 这个同文同种 语言啊等等 但是现在跑到其他的地方 有很大的问题 连人怎么去recruit都找不到 我觉得在台湾本身 现在的人才 就已经是个挑战 就是一个挑战 对 根本不用说跨到国 地域的 所以台湾的人才都找不到 是的 很多都被台积电挖走了 还有其实有些金融业者 他们希望能够找到 IT相关的通人 都找不到 都找不到 真的蛮辛苦的 那我觉得从两个角度来切入 就第一个是从人才本身 人才本身我认为在 开放心态上面 其实也很重要 比如说像 我们过去在台湾 往外走的时候 都会希望我要去管别人 那你怎么样能够就地取材 就是用当地的 local的talent 这会变成是一个在管理上面的一个题目 那这件事情呢 就是就地取材这个的前提 必须要是 你必须要有一个完整的机制 流程 让就地取材这件事情 变得是可行 不会是失去control 那其实IBM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IBM一直是一个多国的 跨国的企业 所以其实IBM在这个流程 其实不管是在美国总部 亚太区 中东 然后欧洲 所有的这个流程 它是一致的 所以呢它的control是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的用的人才 大多数都是当地的人才 我也不需要在每一个新 开发一个新的市场的时候 我就得要派驻人在当地 我觉得这件事情到未来我们国际化 越来越成熟的时候 也会走向这样的一个阶段 是是 好 最后的话呢我想问一下 就是您您刚刚讲1月16号 您当这个被promote上来 做200多天您担任这个总经理 有些什么样的心得感想 因为从一个经理人到现在必须要 这个要发号司令 然后要带领组织 又面临了很多竞争对手 微软啊什么这些的挑战 然后现在还有地缘政治的这个挑战 那您有些什么心得可以跟我们分享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不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看到了非常多的科技的新的冲击 地文政治的冲击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冲击 就会有机会产生 我看到了非常非常多的机会 在台湾这个市场上面跳出来 然后呢 像什么 比如说像在AI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然后我们就会有很多的 像我刚刚说的pilot case 大家要寻找运用场景 有些客户开始重新思考 说哎呀我过去原本觉得Data很重要 可是呢我并没有真的 这么用心的去看这件事情 但是现在他发现了Data 其实如果没有准备好的话 你AI是没办法实践的 所以大家因为AI这件事情 反过头来反思说 我必须要把Data这件事情 真的加紧脚步做好 今天很高兴 我们请到这个IBM 台湾的总经理李正义 Newson到节目里来 透过他刚才的这个分享 我们可以看到IBM 作为一个有100多年 美国或全世界最老牌的一个科技的公司 他如何转型的一个过程呢 以及他协助着客户的这个转型 从早期的大型的电脑 个人电脑 到后来我们的这个云端 那现在的这个AI 那他们的AI也是 领先时代的潮流 这个Watson 那现在他面临了 当然这个200多天的总经理 就要带领这个企业 要面临这个很多的挑战 有科技的这个挑战 新的技术的挑战 AI的挑战 那还有这个地缘政治的挑战 我完全同意这个Newson的观点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所以我将来的话 我想很多的我们的企业 要跟您一起成长 一起往更往上 那也要更一起的走出去 再次的谢谢Newson 来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 谢谢黄总裁 也谢谢各位的这个收看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拜拜